各位好 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Python的基礎程式設計 我們今天要講的內容呢 是資料型態的部分 那在Python裡面 它所有的這個變數啊 還有這個 常數相關的這個 識別字呢 它都是屬於物件 什麼叫物件呢 就好比我們 這個看得到摸得到的這種東西呢 它被建構出來 那在 物件的這個部分呢 它一開始是以 類別的方式來規劃 那類別呢 我們 在往後比較進階的部分 我們會講到 Python的 類別怎麼去撰寫 那在這邊 各位只要先有一個初步的概念就可以了 所以類別呢 簡單來講就是製造物件的一個藍圖 你有這個藍圖就可以把物件建出來 或者是我們生物界的這個胚胎 都是屬於類別的一個規劃 那產出的這個每一個 產品 我們都稱之為物件 那在類別裡面 每一個物件也是都有 有所謂的屬性 比如說人類來講的話 人類就會有 這個什麼樣的屬性呢 比如說姓名 然後呢 這個血型 性別 然後這些都是屬於它的屬性 那方法呢 在 以人類為例子的話 就是像跑步講話 這些都是屬於方法的部分 也就是說 這個物件呢 它可以做一些事情 只要你給它一些 驅動 它就會去做事 好 那在 程式設計裡面 你要去取用物件的屬性或者方法 用的是一個據點的一個 符號來取用這些 相關的屬性跟資料 好 所以在 這個Python裡面 它的這個 變數 它的識別字呢 它的 這個 身份 行別跟值呢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呈現 當然你有了這個行別 然後你要取得它的值的時候就可以 透過 方法 去取用這個屬性 就是這個Value的值把它取出來 好 那這樣聽起來是有點 這個 抽象 那往後我們來 看 具體的例子 會比較清楚 在講例子之前 我們會先來看一下 這個是 在Python裡面 內建的這個形別 Telatype有哪一些 那第一種呢 是數值型的這個 形別 那它有整數 伏點數跟負數 那再來就是 序列形別 這個是我們 用來儲存 多項資料的時候 比如說像字串 字串呢是很多字元 字元我們稱之為character 那把字元串起來呢 就變成字串 或者是清單 它有哪一些項目 集合起來 變成一個清單 那Table 有人稱之為原主 那也有一些人講成序列 那 總之呢 也有一些人他用Table 那 迭代形別的部分 那就是透過容器 然後把資料儲存在那裡面 然後呢 再透過for回圈 那什麼是for回圈 那個就是我們 往後會提到的一個操作 那透過迭代的方式來針對 這個形別裡面的資料呢 好好做處理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集合形別 用set 集合 那另外一個叫forzen set 這是我們 往後會介紹的 那再來 Python裡面 跟其他語言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它有一個字典 Dictionary 那它是一種Mapping的一個 形別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在 後面的這個教學影片裡面會提到 那總之各位可以先 了解一下 字典呢它是 你有這個 Key Key就是你的字 那對應到的值是什麼 那可以做這樣的一個對應 那 詳細的操作呢 以後透過例子來跟各位說明 首先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 數值型的 這個形別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先講一下 整數 那整數的部分呢 比如說我一個變數A 他把值 15呢 Assign給他 就是把15的丟給等號左邊的變數 放進去 那這個整數 好那我如果要看他的這個 A 這個變數他的 形別是什麼 我可以用Type這個指令 Type 加一個 各位看到這邊應該是粉紅色的括號 這是一個函式 那透過這個函式你可以取得這個物件的形別 所以透過程式的執行你會發現 在這邊 他的輸出 告訴你說他的是 屬於什麼 INT這種形別 那我們可以來透過 程式呢 操作來看一下 好假設這邊我A 把這個 23的 值呢 丟給左邊的 這個A 好那我把印出來 我把A的值印出來我就直接 把A寫在括號裡面就可以對不對 好然後去執行他 那在下方這邊各位可以看到他輸出的指是23 好輸出的指是23 好 那如果說我要看他的資料形別的話 我就是print 然後加個Type 括號然後把這個 物件 那 我們這邊是以 A這個 變數 他是INT來做這個測試 好所以 執行結果他就告訴你 A的值是23 然後他的 A呢他的行別是 INT 就這樣子 OK 好 那 再來這個就是 比較 資訊領域會去了解到的 禁制的問題 那在電腦裡面最終可以執行的就是二禁制 二禁制 那為了表示資料的這個 各項需求 所以他有 8禁制跟16禁制 這個10禁制呢是給人看的 所以我們在計算的時候 我們大概人可以理解的是10禁制 好那但是禁制之間彼此會轉換 好那在這個整數裡面他要怎麼轉換這些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假設我有個變數A 他的值是255 那我要把他的值 轉換成 轉換成二禁制 然後呢把他輸出印出來 印出來的格式 這邊說明一下這邊的格式是 我要8個位置 好有8個位置 然後是二禁制 這個V是代表二禁制 然後如果 前面是空的話我都補0 這個0就是代表那個的意思 那這個大括號呢就是我的 要把後面的 這個變數呢帶過來的一個位置 要投放在這裡 這格式就長這樣 所以各位在寫的時候就冒號後面就開始定義你要放的格式 這樣子就可以 套用把後面的值套用過來 這是我們在 套印的時候的一個做法 OK 那V呢 我們是Binary B-I-N-A-R-Y Binary 所以他是 屬於二禁制 所以他開頭呢是V 那另外一個 Auto呢 Auto 他是屬於八禁制 然後呢是 就是 這個O 那 16禁制的部分 就是 Hexa Hexa Decemo Hexa Decemo 那這個部分呢 我就用X代表 所以他也是一樣寫法在這邊 我要八個位置 然後呢是16禁制 然後這個後面就是 把A呢 以 16禁制的方式來呈現 丟進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 輸出結果就會長得像這樣子 結果會長得像這樣子 那八禁制也是一樣 他就會轉 這是0 這是數字0 這是 小寫的英文 O 小寫的O 然後就可以輸出像這樣 所以這就是什麼 這個 資料轉換的時候的一個需求 那可以這麼做 好啦各位現在可能比較confused的是說 到底10禁制8禁制2禁制跟16禁制到底在講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一個表 是自己做的 就是10禁制 我們一般我們 日常生活上常碰到的就是01234一直到18 沒問題對不對 那N禁制呢就是把 10禁制轉換成2禁制 0呢就是0 1就是1 可是2的時候呢因為他是2禁制所以逢2禁位 逢2禁位 就禁位變成10 那3呢就是10加1變11 好又再加1再加1變成12對不對 可是我們說逢2禁位所以就變成 進來 他這邊又變2所以就再往前禁位變成100 所以4呢就變成100一直類的 好那8禁制的 部分呢也是一樣 0 1234567 逢8 逢8禁位所以 7 接下來加1就變成8 可是我們說逢8禁位所以就變成10 好那一樣的1一直到17的時候 7又加1變8 所以又要禁位所以1就會再加 前面10位數的部分就會再加1變成20 一直類推 那16禁制的部分 套用剛剛的概念一路下來不過 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10禁制是逢10禁位所以到10的時候他就變成10 那可是16的話顯然是要逢16禁位 可是我們9在下來就沒有其他的數學 這個符號可以表示他所以 在16禁制裡面會把英文拿來代替 所以10呢 原本 10禁制的10就會變成a 然後abcd1到f f呢 對應到10禁制是15 15再加1變成16 所以逢16就要禁位所以變成10 所以這個就是16禁制的部分 那這些分別要做什麼用好各位往後在各種 資訊領域的課 或者是 各種需求上面好你就會看到那你 到時候遇到的話好那你要知道他是代表什麼意思 那彼此之間呢 要怎麼轉換他 那我們來講一下好如果你對這個有興趣的話你要怎麼樣手算 可以做到10禁制2禁制的轉換 這邊那假設a是255 好那你就用2去除他假設你要從10禁制變成2禁制的話 255用2去除會得到127禁1 這樣ok吧 再用2去除一直除除除除除除到最後 這個 傷呢 變成1 那禁數是1 那你會有這麼多1 怎麼樣把它輸出呢 他就是像這個箭頭這樣子從 底下一路往上 記錄下來所以他會有 8個1 所以255 轉換成二禁制就是8個1連續 好那如果從2禁制我得到一個8個1的數字 我要怎麼知道他10禁制是多少 好他的概念是這樣吼 各位可以看一下最後一個位數吼他就是2的0次方 然後從後面倒數過來第2個位置呢是2的1次方 一直累退到最前面是2的7次方 吼 那 2的1次方就是2嘛2的平方就是4 然後2的7次方是128 好那你在這個位置是1一直都是1吼那你中間有0的話沒關係就是0 但是呢你就把這個值往下乘 乘你剛剛的2的次方數 乘完之後就得到下面的值 對 那你再把這些值呢加起來 就會得到255 所以這個就是 10禁制轉2禁制跟 2禁制轉10禁制的一個 操作的過程 所以如果你要手算也可以這麼算 那 套用同樣的概念 我把10禁制要轉8禁制一樣是以255當例子 那我要轉8禁制我用8去除 除完之後是331余7 31還可以被除所以再除一次會得到3然後余7所以他的 255轉換成8禁制之後輸出是377 好那反過來我從8禁制轉10禁制的時候呢一樣 從後面看回來 8的0次方8的1次方8的平方 8的平方就是64 乘上上面的這個3 加上8的1次方就是8 8乘上7 這邊打錯了 這乘上7 8乘上7加上 8的0次方是1 乘上上面這個7 所以加起來的結果是255 這樣OK嗎 所以這是10禁制跟8禁制之間的轉換的這個計算 那有了前面兩個的例子所以各位這邊應該不難理解 就是 255用16禁制去除 除完之後就是3是15 然後余數是15 那我們講說10禁制裡面的15對應到16禁制就是f 所以你把它記錄下來就變成兩個f 這樣可以嗎 好那一樣的 你在從16禁制轉換成10禁制的過程是f 乘上16 這個10位數的部分是16的1次方 那個位數是16的0次方 所以這變成16乘上15加上1乘上15得到結果就是255 所以這就是10禁制跟16禁制之間的轉換 好這邊有個範例各位可以參考一下就是 把a呢 這邊的b 我們是255對不對 好那我可以透過bin這個函式 這個函式是內建的 內建的所以你也不用再去引用什麼標準函式庫不用 那 你把它拿來之後bin括號 把a丟進去 a本來是 整數對不對 整數丟給他轉換成 binary 好那轉換完之後的結果他會在最前面加上ob 好這不是ob這0 0b 0b呢 然後他的資料形態是str 所以這個b 資料形態是str 是string 字串 好然後呢c如果用oct auto 的部分針對a 轉換 他就變成8禁制的value 然後 並且用 字串的方式呈現 然後再來這個呢就是 這個 16禁制 16禁制 好那把a呢 一樣是255它是可計算的數字透過 這個hex這個函式呢總算成16禁制之後放在d 好那我把 資料印出來v印出來就會像我們剛剛講的開頭是帶 0b的就代表他是binary二禁制 那是轉換完之後的結果所以他有8個1 好再來0o呢是代表他是8禁制 好那377就是代表轉換完的結果 那0x呢 0x代表他是16禁制 25轉換之後結果是ff 所以從這邊各位可以知道說 如果你要把一個資料呢轉換成其他的 禁制的話好可以用這樣子 這是 這個 常見的一個做法 OK 好那我們如果要套用格式 要套用格式把它印出來前面是要留空格 我們剛剛講過 這是他的格式的一個範例 那0代表說我有空格就填0 位置有8個 那b是代表binary 所以 這邊你可以看到他有8個1因為只有8個位置全部都是1所以填滿前面的 剛剛的0b就不見了 好那這邊後面a呢 用b去轉換這個意思 在這邊呢各位可以看到 a呢用binary的方式去轉換完之後變成字串然後塞進來 好 a 用2進制的方式轉換完之後 塞進來這邊 然後如果遇到空格就填0 位置有8個 這樣的意思 那o這個呢 就是8進制 一樣的把它轉換成8進制之後呢放到前面去 一樣位置有8個 那如果是 有空格的話就填0 所以你會看到前面有 5個0 5個0 然後後面呢377 那16進制也是一樣 前面有6個0跟2個f 這就是套用格式轉換出來的一個 結果 同學呢可以練習一下 好 再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如果說 有個字串 b呢假設他的字串是長這樣 0b代表他是2進制 所以這裡面不可能出現2 就只有0跟1 如果你有出現其他的數字 不是0也不是1的 那代表 這個就會出錯 因為你根本不符合 binary的一個形式 好 再來c的部分呢 0o代表他是什麼 他就是屬於8進制 所以他除了0到7 不可能出現89 如果你這樣子打 出現89 也一樣會錯 所以這邊呢 c也是用字串的方式儲存 用字串的方式去儲存 然後第1要去儲存什麼 儲存我們的這個16進制的值 好那如果你要印出來的時候你是要把 這樣的 這個字串 他是2進制 轉換成整數之後印出來 那你要怎麼樣去做呢 答案就在這邊 各位可以看到 一樣我在print的時候用大國號 我這時候沒有要套用格式啦 假設你要套用格式可以參考 前一頁投影片的這個做法 好 那你用 後面呢 Format 但是你用韓式 那b呢是他的變數 我們這邊 b 是個變數 所以他是個字串 把字串放進來 但是呢你要做資料形態的轉換 那我們過去int 把字串轉換成int的過程呢 是沒有後面這個數字 沒有後面這個參數 那加後面這個參數的作用就是說我前面這個是二進制 我要告訴他我這個是二進制 所以我用二進制的方式去轉回int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那這邊的概念也是一樣int呢 C這個變數裡面帶的是0 0373 然後呢我告訴他這是八進制麻煩的 幫我轉換成整數 所以轉換我們的 回來的結果各位可以看到底下 這邊剛剛binary的部分 透過這樣的int 韓式轉換之後輸出結果是254 那這個c的部分呢用八進制的方式去轉int轉回來的結果就變成251 好那第一的部分呢是16進制 好那我告訴他是16進制 拜託int的這個韓式幫我轉換 轉換完的10進制值呢是239 239所以這個部分呢 各位 可以 試著練習一下 好那在整數裡面還有另外一個整數 就是 這個布林 布林他 一般來講都是儲存 True或False 就是真或假的這樣 兩個字 不像整數他有0123好很多 還有二進制還有八進制他沒有這麼複雜 這個布林沒有這麼複雜 布林就只有 True或False 那在 這個Python裡面 一個變數呢 他要拿來當布林子 如果是0他一定是代表False 0一定是代表False 可是非0呢 只要不是0的他都把它當True 不是0都把它當True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我如果要把一個數 這個A呢一開始是3 然後把A丟到布 就是我要產生一個布林的變數放到B裡面去 然後我就會透過這樣的函式 輸出 B的結果呢 他的 Type呢就會變成是布 第二行 這個B等於布 這個A有沒有 把A丟進去之後 輸出B就會變成一個布林 那他的Type 他的形態呢 是布林 可是他指是多少 他指是True 是True 那為什麼是True呢 因為 A呢 不是0 不是0 他就是True 好那如果說 我把B 我們剛剛講B是什麼 布林 所以他的結果是True 可是我把B呢 拿來去做數字相加的時候 可不可以加 可以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如果是這個 布林 如果是布林 當他是False的話 你把他抓整數出來 他就是0 那一個 布林的變數 那 他的指如果是True的話 如果他的指是True 那你把他拿來做數字 運算的時候 他的輸出結果會是1 就是數字1 所以顯然在這邊 因為後面是要做數字的運算加減乘除 所以B呢就會被抓出來 變成1 因為我們剛剛講 B是True True 他是真的 所以他就變成1 1加3就變4 所以放到C裡面 好所以我們 剛剛最底下的結果 Print C呢 答案就是4 那這邊Print 布喔 括號A 輸出結果是什麼 True True 就代表說他不是0的話 都是真 所以他結果是True 那我們看A跟B的資料形態 分別是什麼 你會發現A的話是Int 那B的話 他是布 這樣可以吧 這是布林 這是 整數的部分 好那這個影片呢我們先介紹 到這邊 好以上 介紹提供給各位參考 Bee бee 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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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